是大明星申军翼吗 还可以一起拍照照吗 可以吗 快跑 不可以 线命也可以啊 对啊 绕寂寞宇宙 我要望天边的被动 找寻永恒守候 我下去时期尽头 牵着你温暖双手 看着世界风起云涌 在陌陌人海之中 写一首简单的歌 简单的歌 我听见爱的音量 在我胸口 跳动 我相信爱过苦过 才会感动 唱着 唱着我们的歌 我听见爱的音量 我会像寂寞宇宙 你是不是脖子酸了 我第一次 坐第一排看电影 你怎么会坐第一排呢 每次我看电影呢 都要等电影开始放映后 才偷偷进去 坐在第一排 是因为不容易被人发现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原来你都是这样看电影的 好可怜 其实也没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可怜 你看啊 坐在第一排的话 整块屏幕像不像星空呢 好像是有这么一点 是大明星是军翼吗 还可以一起拍照照吗 可以吗 好 快跑 不可以 下面也可以啊 对啊 你既然这么不喜欢聚光灯 可是你平时呢 都活在聚光灯下 虽然你那么向往普通人的生活 那为什么还选择这个圈子啊 而你现在是明星 所以就注定要活在放大镜下 怎么可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啊 也许 我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保护者 都杀青了 入息这么深啊 那你觉得这次约会开心吗 还行吧 还行啊 那不然再回去看一场了 好啦 开心 我到家啦 那我上楼啦 回家啦 走啊 说我回家啦 回家啦 好啦 那我回家啦 拜拜 拜拜 那我回家啦 嗯 跟神经纪约怪的怎么样 你 还没睡啊 说 有没有牵手 有没有 哎呀 你快就睡了 有没有嘛 哎呀 肯定有 主编您好 我是尹梦的执行经纪苏妍 很高兴见到你 之前我都是和Vicky姐直接对接的 并不知道什么执行经纪啊 所以你 啊 这只是公司内部正常的人员调动 Vicky姐现在已经把尹梦的一切事物 都交给我负责了 所以有什么事情 您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哎 等等 您先别着急 不妨听我把话说完 在我来之前 我已经调查了贵刊 一年内的销售量和主要市场 虽然说曼斯这本杂志一直销量不错 但是现在纸媒越来越难做 而且贵刊今年和去年相比 销售额度已经在逐步下滑了 所以我更加确定 如果尹梦这回可以上一次封面的话 我们这次曼斯销售量可以到达五倍以上 五倍 是的 凭借现在尹梦的人气 还有最近的流量显示 女人们最想成为的女星 尹梦现在是第一名 而且尹梦的机场穿搭 各种同款马上风靡网店 品牌对尹梦也是非常认可的 主编 尹梦不光是女人们最想成为的女星 她也是男人们的 性幻想对象的第一名 嗯 我相信如果尹梦能加入 这本杂志会再次大放一彩的 好 那我就见你集言 嗯 哎 哎 哎 明天吃点这个点点肚子啊 然后我来准备一下 不用我帮忙吗 不用啊 不相信我 哎行哪 你去客厅里面啊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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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干点什么 我听见爱的音量在我胸口 我跳动我 我相信爱多苦过才会感动 乔着哇哦窦哦 哦 哇哦哦 哦哦哦 часть头上 word 热阴阳会向寂寞 宇宙 饭就好了 可以来吃了 哦 来啦 你还会做牛排啊 我以为你只会做个蛋炒饭呢 太小看人了 我当时在硬 我是说我当时还没入这行的时候 我天天就是自己做饭吃啊 那现在呢 现在工作太辛苦 吃了上顿没下顿呗 乱说 先尝尝 好 那我开动了 味道怎么样 这太好吃了吧 你简直是米其林的水准啊 米其林哪有这么帅的厨师啊 也对啊 快多吃点啊 别光看着我吃啊 你也吃啊 而且啊 平常以后要按时吃饭 可别天天的早中晚三顿混成一顿吃 你呀 你现在越来越有Vicky的意思了 哦 对了 你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啊 你怎么这么问啊 我刚刚在客厅的时候 无意间翻到一本书 我看里面夹了一张照片 哦 哦 那那那照片是 粉丝屁的 我就知道是粉丝屁的 哎呦天哪 现在粉丝都好厉害啊 就是 那你觉得那照片里面 左边更帅 还是右边更帅啊 什么意思啊 那不都是你吗 我面前的你最帅 是啊 这不都是我吗 对吧 嗯 你快吃吧 好好吃哦 那我这份给你啊 我都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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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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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原因吗 我改变主意了 MES的杂志我会拍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孟宏姐 你说是不是 你又笑话人家 主编 出什么事了吗 你来得正好 看看吧 我们杂志社妙小 可能请不起你们 隐梦这样的超级巨星 又不配合拍摄 还挑三拣四的 这你让我怎么拍 耍什么大牌嘛 你怎么在这儿 他过来拍那夜的 今天早上你让晓鸥去接我 你知不知道 这也是你的工作 对不起 以后不会了 算了 这不重要 这就是您给我接的杂志 孟宏姐 MES这本杂志 是国内一线杂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苏妍姐 你看这杂志一上来 就让我们拍这种衣服 这是什么呀这是 根本就不符合我们孟宏姐的风格 这摄影棚的更衣室 更是简陆的一点私密性都没有 拿个布帘子遮挡了事 布帘子怎么了 国际巨星都没有像他这样挑剔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要我说 如果放不开 就别拍杂志封面 走个屁事上 主编 这套服装确实很性感 很时尚 但的确不符合隐梦的气质和定位 所以我们拒绝更换这套服装 也是有原因和道理的 我觉得 我们可不可以挑选一套 更适合隐梦的服装来进行拍摄 这样拍摄的效果也会更好 至于这套服装嘛 我觉得蛮适合梧桐的 主编 我这边和隐梦沟通一下 行 你还不听 梦梦姐 衣服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了 我们一定会挑选最适合你的 而且是你能接受的尺度和风格 来进行拍摄 至于更衣室的问题 这次可能就要委屈你了 我们平时的一張 好 您把它扫着 宿言 帮我拿下衣服 好 主编 什么时候碍我吗 快来快来 主编 我这边都已经沟通好了 咱们可以正常地拍摄了 好 我做一点 那就麻烦您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行了行了 快拍快拍 快拍 好 再来一张 来 看这边 好 这边 拍的还顺着吗 挺好挺好 你看 立体他真是会也十人啊 给尹梦找了你这么好的执行经纪 苏妖姐 前途无限啊 主编您过奖了 还是我们家艺人优秀 不然我们做什么都是一场空 行 你梦这边拍的差不多了 吴东 准备一下 一会儿拍你了 来来来 去吧 好 我过两天要去拍个广告 在滨海拍 刚刚维基姐还跟我说 要我准备一下出差 跟孟孟姐去广州拍一个广告 广州 那么远 什么时候出发 走 走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你们慢慢舔蜜包 我先吃了 拜拜 VK姐还没有发给我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 Oxygen 你没了 他也没有了 恐怕 你才可以打执行吗 就是那种 你家人 就知道我 你怎么做 我 去的 你就是苏妍吧 是的 林总 您好 我是苏妍 我是尹梦的执行经纪 拍摄现场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赶紧过去 等你们一到就开工 林总 马上开工吗 可不可以先把我们送回酒店 放下行李 然后再去拍摄现场呀 去酒店干什么呀 行李都放在车上 这个车呀会跟着你们的 赶紧集合开工吧 时间非常紧张 是这样的 林总 我们今天早上起来 赶得最早的班级 所以四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了 怎么也让我们回酒店 洗漱一下吧 麻烦您了 不行 必须马上去现场 大家都在等着你们呢 林总 让你们久等了真是很抱歉 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确实起得很早 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回酒店 让我们收拾准备一下 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拍摄制度 那好吧 好 那我们送你们回酒店 十五分钟时间给你们休整一下 好吧 谢谢林总 谢谢 谢谢 好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 你要坚持我们的立场 回见 喂 维琪姐 我们公司 是不是和品牌方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 对方的态度很奇怪 有些针对我们很不友好 还有这样的事 针对隐梦 我现在马上调查一下 一会儿打给你 好 喂 维克姐 据我所知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广告商是辛总的客户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公司谁也不知道 现在辛总在马尔代夫度假 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你要小心应对 随机应变吧 好 知道了 维克姐 辛总 一哥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可以出发了啊 你先收拾一下啊 我打个电话就来 哦 喂 知性经济同学 广告拍的怎么样了 不是很顺利 被刁难了 苏妍可是学霸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刁难到 客户非常不友好 态度很恶劣 我也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才刚下飞机 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们 就立刻让我们去摄影棚拍摄了 那你们现在去旁边了 还没有 梦梦姐亲自开口了 客户也不好意思不给面子 所以给了我们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就给了十五分钟啊 能给我们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也很开心了 哎哟 你今天是不是很闲啊 没有 我马上去拍一个广告 这不想关心一下你那边的工作吗 好吧 那你赶快去忙吧 我正好也该去看看 梦梦姐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好 对了 我提醒你一下 你千万不能等到隐梦她去沟通 你要先她之前 自己去跟客户沟通 知道吗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申老师的提醒 我会注意的 那你去忙吧 加油咯 沈先生 特别开心能跟你合作 希望今天拍摄顺利 能跟你们合作我也很开心 沈先生 这是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 如果有什么其他需要 也请随时跟我们联系 好的 谢谢啊 好 好 好 林总 您对这次的拍摄效果还满意吗 行 还行 您满意就好 早知道这样啊 上次啊就该叫尹梦来 这次啊 这次啊比之前拍的好态度了 林总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这可是我们孟孟姐第一次来拍这个广告 怎么还有上次啊 呃 哈哈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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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苏妍那儿呢 冯冯姐 吃饭吧 苏妍 你把今天的拍摄行程表给我看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拍摄行程表 客户之前说到了这边再给我们 我一直在问他要 可还没有给到我 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收工了 还要做头发 对 他没有和我说啊 刚才那个林总过来通知我们的 苏妍 你现在做的是执行经济 不是助理 助理的工作是要求你把艺人的生活 起居安排好 但执行经济最重要的是 把工作落实好 时间安排好 以后买东西这种事情你可以交给小欧 作为执行经济 你还是要把时间表和客户落实好 孟孟姐 您先别生气 这样的状况是预料不到的 我之前也问过公司 但VK姐说 她也不知道这之间有什么误会 欣总不在国内联系不上 像这样不配合的甲方 应该是在合作沟通上的环节出现了问题 结果背锅的却成了我们三个 孟孟姐 真的希望您能体谅一下 所以你更应该锻炼你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 要把事情前前后后都搞清楚 不然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越人百顾 又能怎么办呢 对不起 我前妻工作没做好 对不起 我现在只能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不过你放心 我深居意义 一定会加倍努力 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也不过上好日子 最好的生活 就是由已深居意义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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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来 喝点水啊 加油啊 刚才我又给你谈了一个戏啊 照你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 再沉淀几部作品 很快就会成为一项了 电话给我 怎么着 又要给苏妍打电话呀 没有 我去 晚安 侯子 福达 是我 你冷静 我冷静 我冷静 苏妍最近怎么样了 苏妍 她出差了呀 陪尹梦去广州拍广告了呀 她最近心情怎么样 很好啊 她最近跟那个 跟那个尹梦 关系还行 工作挺顺利的 那就好 你这个发质还不错 如果说想要你希望的效果 我大概还要五六个小时左右吧 什么 要五六个小时 现在都已经晚上十点了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今天晚上不用睡了 今天效率挺高 再有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 你明天就不用再来一趟了 好 谢谢 你看一下梦梦姐 好 你都不知道 我今天都要崩溃了 品牌方莫名其妙地针对我们 特别不友好 今天好不容易拍完了 明天 非要先拍洗发水的系列 搞得我们现在 就要立刻来染头发 还有菊油 总共下来需要六个多小时 明天早上七点就要起来化妆了 这哪里还有时间睡觉呀 明天怎么拍摄呀 我觉得 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跟客户硬碰硬 你呢 得态度好一点 我态度特别好 反正你现在 一定要冷静知道吗 工作嘛 谁也不会故意为难谁 你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好好跟对方沟通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对方沟通了 他们真的是太不近人情了 好难啊 我说这才哪到哪啊 多大点事啊 这还有商量的余地 你一定要沉住气 好好地解决问题 跟他们小之以情 懂之迷离 怎么说得跟绕口令似的 苏妍 我相信你 我会努力的 放心吧 我得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啊 好 你快去吧 我会努力的 我对得起你 又不应该 我还得起你 难道 那也没有 我们不配合揭发 而是你们事先没有告诉我们 有揭发这一需求 而且我们今天早上四点钟 就出门赶飞机 一落地就开始拍摄 一直到现在 真的已经很累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莫莫姐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不行 时间不等人 你跟我说话这功夫啊 都已经揭好了 你们今天晚上不睡觉 都要把头发揭好 绝对不能影响拍摄 林总 希望您可以体谅一下我们 艺人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你以为你谁啊 哪那么多话啊 不拍是吧 不拍就赔钱 跟他费什么话 任总 林总 你们看我们可不可以再商量商量 揭发的话 这个点真的太晚了 一人的工作状态会非常不好的 而且如果今天晚上 还不让他休息的话 那会直接影响到 明天的广告拍摄质量 我想我们可不可以用假发呢 不行 绝对不行 什么厉害的明星老子没见过呀 在这儿给我耍大牌 任总 您别误会 我们没有耍大牌 别给我耍一些没用的 我告诉你们 我叫你们干啥你们就给我干啥 听见了吗 这样 任总 林总 我们去外面说吧 谈什么谈啊 你们欢喜传媒我告诉你们就是一群骗子 除了认钱明星天天给我耍大牌 你能拍出个什么四五六啊 你除了有张脸 狗屁不适 屁 你要不老老实实听我话啊 我能让你站着过来 也能让你躺着充寡住 你们让我损失了多少钱知道吗 大几百万就亏在你们身上了 还有俩过来啊 好 任总 林总 真的特别对不起 我 我再去想想办法可以吗 去吧去吧 好 好 这座可以啊 我们准备下一座 好 尼哥 电话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一下啊 怎么了 喂 苏颜 苏颜 喂 苏颜 苏颜 喂 情况特别糟糕 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苏颜 苏颜 你先别哭 你冷静点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们一点都不退让 这样 越是这种情况 越要冷静沉住气 慢慢想办法好不好 我帮你想办法 可是遇到这种状况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苏颜 苏颜 你呢 先不要把对方 都想那么坏 就 当平常人一样 平常心去对待 用你的真心 去跟他们沟通 去讲 我相信 对方一定会感动的 你再去试一次吧 加油 相信自己 能行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呀 那我给你点实际的建议 你要学会沉入自己的角色 不要苦苦 拿出你的态度 让对方看到你的诚意 去吧 再试一次 这就你肯定我成功了 林总 林总 我 我不瞒你们说 我是刚刚才成为执行经纪的 我和你们说这个 不是想让你们同情我 也不是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也很努力地想把事情都做好 所以我一直都在想一个 能让我们彼此 都开心地解决方案 就算你们骂我 为难我 咱们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广告还是要继续拍 工作还是要继续做 这样 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你们愿意听吗 什么方案 明天呢 我们 可以 先拍摄护肤品的部分 嗯 然后 今天让尹梦好好休息 等她调整好状态以后 明天会在很短的时间就拍摄完 接着我们就过来 染头发 接头发 最后我们 就再去拍摄洗发水的广告 这样的话 既可以省掉租赁影棚的钱 和请摄影师的钱 也可以换得她很好的状态 你们觉得可以吗 这样了吧 我看你态度这么诚恳 省着人家说我们欺负一个小女孩子 嗯 就按照你说的方式来办吧 好吧 如果弄砸了 到时候你们必须赔钱 知道吗 谢谢 行 那我们走吧 走吧 走 你给我记住了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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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窝窝姐 这边都已经沟通好了 你放心吧 今天不用截头发了 我们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 等你休息好以后 明天先拍摄护肤品的部分 拍摄结束后 我们再去截头发 把洗发水的部分放到最后了 嗯 辛苦你了 我应该做的 去吧 来 来 二哥 把这个扶住了 好 慢点啊 来 慢点啊 好 这边 你看这高度过不过 喂 怎么样 成功了 不错不错 终于独立完成任务了 恭喜啊 来 扶住 扶着 我还要多亏你啊 是吗 那你好好想想怎么谢我吧 我请你吃好吃的 升起来 好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我这边还在拍 我先挂了啊 加油 好 一哥 这边都准备好了 来吧 拿着 好 保持住 好好吃这样 好 非常好 保持住 好 来 微笑 好 一哥 我们今天拍摄结束了 辛苦你了 出工了啊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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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啊 靳逸 今天的状态很好 拍出来的效果 正好是我们想要的 非常感谢 还不是因为你们够专业 预知我们这次彩妆大卖 一定的 谢谢 好 小姐啊 她们也太不讲道理了 居然敢找人打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化了多少妆 打了多少底才遮住的 谁 兴哥 广州那个广告不合格 我只说了化妆师 和摄影师不行 我可从来没对人说过 你私下拿了好处的事情 而且明天我还要去试戏 我怎么跟Viki姐交代啊 星哥 放心吧 这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而且 苏妍第一次带人 吃点苦头是正常的嘛 更何况 我们的事情 别人也不知道我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我们之间 他做什么事 我打算抠了 我这就看了 我咱们的头发 我认识一下 我认识一下 我认识一句 我认识一下 这个话题 我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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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